04-03地震过后 秀林乡受到外界极大的关注和协助 并且要展开灾后复原工作 下半年度秀林乡特别聘用了多位故宫 要来进行环境复原工作 这个时候饮用水需求量就大增了 刚好秀林乡公所接获了一批捐赠 总共是2311箱的矿泉水 为乡公所的复原工作注入活力 来自彰化的北斗町 安慈商工德会多年来帮助弱势团体 藉由艺术结合爱心来创破真能量 让工艺事业能够做得更好 让弱势团体能够更加幸福 真幸福创意社在公所首席顾问 萧财经的带领之下 更是秀林乡创造农特产品的第二春 踹出成绩的想法以及食品的加工 不断的为小农发声 寻找销售管道 这是秀林乡的福气 目前就是自然水 没有自来水地区的族人 就像我们的富士的十二连 还有我们的河人部落的族人 目前因为零四零三地震 再加强降雨 再加凯米台风的清洗 目前其实他们有些时候 有时候有水 有时候没水的那种生活状态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也是因为这一次我们的小老师 他了解整个部落的状况之后 他就发起捐赠我们矿泉水平 所有的我们的故宫 包含我们现在有经常缺水的一个部落 我想说感谢他们 长期来都对我们秀林乡的眷顾 那零四零三之后 那我们的小顾问 启动非常多的三星人士 以及甚至的慈善基金会 来共同协助秀林乡 我们乡长 有一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突然从那个文栏走了 就是写一个line给我 结果他急需需要水 那我说需要多少 他说一个月要450箱 那我说好吧 那我就算一算 到这个年底大概是1800箱 然后呢我想说我自己带动 所以我就想到用我自己的 我自己真幸福的名义 就捐了1000箱 就没有想到我身边我的好朋友 叫朱立会长 他就说这样子好了 我们定安宫 我来捐另外的800箱 就我很感激我们的阿正 小老板 他就算我便宜一些 那便宜一些以后 他募到的钱就超出 所以超出了以后就900多箱 那好像是不到900箱 那我们其他的师子会的会长们 就大家一起目 修文一下公所特别感谢北斗电安慈善共同会 驴峰亲友团 真幸福创意社 没有停止关心秀琳 在民生物资 后勤储备竟那么大心力 修文一下让我会有重的感谢 修文一下因为有各级的关心 以及扶持才能够在区区的附近之路上 稳稳走下去 记得订阅 喜欢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